根据约翰·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 截至周二,美国新冠确诊病例的累计总数超过了3798万 死亡人数达到629891人 到目前为止,美国在新冠确诊病例和死亡人数方面仍居全世界首位 随着Delta变体的广泛传播,美国的疫情迅速恶化 许多州的确诊病例和死亡人数不断激增 佛罗里达州周二报告的新冠确诊病例、死亡人数和住院人数均达到了单日最高 上周,美国的所有死亡病例中约有五分之一来自佛罗里达 佛罗里达州的病例率也是全国的两倍多 而由于佛罗里达州州长德·桑蒂斯下令禁止学区要求学生戴口罩 自新学年开始以来,佛罗里达州15个学区 有14000多人新冠检测呈阳性 包括11851名学生和2610名员工 近3万名学生和教职员工被隔离